好,继续 好,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现在我要让它慢慢的把它给拖出来 好,拖出来,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拖出来的效果 我要给它加时间 应该覆盖哪个方法 什么on touch的意味方法 on touch的意味方法,对不对 假设我如果不强务负累的方法 它是一个什么效果 覆盖,touch的时间 触盖差点时间 假设我现在直接拿个人身处 是不是把自己把时间消费掉了吧 现在我还没写时间 我直接是不是相当于把时间消费掉了 那也就是说 它的负 它的负类里面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已经变成我这个方法了 是不是就不会被调用这个负类的这个方法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历史的威欧原生的 现在我用的是子类对象是不是 那历史的威欧里面的这个target方法 是不是就不效了 因为咱们做方法,子类复杂负类的时候 方法复杂了,咱们都是对象 是不是掉用子类对象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历史的威欧的target方法已经无效了 无效就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不能滑动了 无效就意味着它不能滑动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这个历史的威欧 大家看一下 能够拖动吗 是不是拖不了了 怎么是不是拖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target事件是不是被屏蔽掉了 这是被屏蔽掉了 这是我们夫子类关系 那什么时候屏蔽,什么时候不屏蔽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什么时候屏蔽,什么时候不屏蔽 也就是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拖动的拖动的时间处理 拖动的时间处理 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 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先写上注释啊 先写上注释来分析一下这个效果 好 就是这段幻想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能把它拖出来 什么情况下显示的是历史没有原始的时间 什么情况下历史没有可以上下滑动 是吧 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拖动我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 历史没有显示第一条数据的时候 显示的第一条数据的时候 是就要拖动出来 拖动出 是不是下拉刷新的微网 下拉刷新的 下拉刷新的微网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 现在我说的第一条数据已经显示了 看这个老的 看老北京的 某级高级没有往的运行起来 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看一下 在老北京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 怎么完成呢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想的是不是历史没有原生的时间 是不是啊 好 这里想的历史没有原生的时间 什么情况下显示的是自己的时间呢 把它拖下 现在往下去拖 是不是当历史没有显示第一条目的时候呢 是不是显示 是不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历史没有用时间是不是就无效了 好 这是第一个的时候 拖动下拉刷新的历史没有用 并且呢是什么呢 从上往下拖 从上往下拖 往下拖动 好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现在呢 我要去覆盖这个方法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使命运机 我去覆盖这个方法 叫做 EV的GAT APT 我获取的动作 好 这个来个什么呢 MotionEvent 到MotionEvent 点APT 到 这是按下的效果 好 这是按下 然后呢 再来个什么 什么拖动啊 拖动 拖动的时间就是什么呢 Motion MotionEvent 点APT 是吧 好 拖动的时间 其实还有个什么是松开啊 好 你松开的时候 是不是看一下 像这种效果啊 好 如果我拖动一点 一松开 是不是又恢复原状了 又恢复原状了 是不是啊 好 这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们这里再来一下 好 这个来个什么呢 就是 拖动 拖动 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松开 好 PACE MotionEvent 点Action 的 Action的APT 好 这里是松开 松开 好 现在让我们一步过来写一下 这个是什么效果 这里是冒号 冒号 先个三个四点先 获取到这里 当你在按下的时候呢 我获取到按下的这个坐标 现在我只上下 拖动的时候 获取到净坐标 什么就行了 好 这个DAT完 获取到净坐标 反正一 实现这个成员坐标 就是刀位的丸 获取到净坐标 然后呢 把它移到成员坐标 反正一 把它移到成员坐标 好 这是按下的坐标 当我来拖动的时候呢 这个事件机制里面 咱们在甲博制定 有可能这个 他直接想一个 就是移动事件 有可能按下的事件 每个处理 这是他里面一个bug 所以为了保险体验 我们将来个什么呢 图死值 等于负一 负一 如果我认为是负一 这是什么效果 GAT完 这是什么效果 版本 ListView的 EV 错了 EV.GAT完 是吧 好 EV.GAT完 有没有 EV.GAT完 有这个 没反应过来 是吧 好 那两个 那两个 获取 这个事件 也就是当我来拖动的时候呢 我先判断一下 你这个质有没有获取到 因为这个 这个爱博的事件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说 它里面也有很多bug 如果它 想应不到 按下的事件 就看一下 如果它是等于负一 说明这个 按下的事件 它没有想应 对不对 没有想应 直接想应 那是移动的事件 那移动的事件 我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DOWN WY DOWN WY 对不对 好 当你在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再获取移动的点啊 就是EV.GAT和WY 好 这个坐标呢 这个 举步变来就行了 就是MUWY MUWY 是的 然后呢 我要 发现它的间距呢 就是FLOW和DWY 是得多少啊 什么MUWY 减去 这个 呃 到位嘛 是的 或者说的间距 那现在就 看一下 这些事件 怎么去做啊 刚才两个是 分析了一下 托动事件 要处理这么一句话 就是让EV.GAT显示 第一个出去 并且是从上往下托动的时候 我们才享用这个时间 好 那现在怎么判断呢 现在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显示 EV.GAT显示 第一条 所以第二个呢 是托动 是从上往下拉 是不是 从上往下 那两个条件 其实写起来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 好 第一个呢 就是GAT 呃 呃 FIRST FIRST VIRST VIRST 是不是就第三个方法 是不是显示在第一个位置啊 如果第一个位置等于 是不是第一个条目数据 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好 第一个数据显示出来了 并且呢 呃 这个第一位 是从上往下托的话 大家看一下 从上往下托 它的值是不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简单说是正数啊 如果是大于 是不是从上往下托 从上往下托 那这个什么呢 我去干什么事啊 是不是显示谁啊 是不是显示 咱那个刷新的界面 显示刷新的Vue 显示刷新的Vue 我先给你来个字 显示出来了 咱们用咱们的这个 封锁的设置 好 printlog 点print 好吧 咱们先来个什么呢 就是拖动 拖动这个刷新的Vue 刷新的Vue 拖动刷新的Vue 好 那现在呢 我如果想拖动刷新的Vue 这个事件是不是由我来决定了 我来决定 我是不是在这里 对托一个处 是不是啊 下面代码是不是就不走了 最后 我说末来的 是不是还能走历史 没有原生的事件 走原生的事件 也就是 这时候如果达到我们的预期了 火水和内处 是不是事件由我来处理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你显示一下 看下这个事件 能否会响应出来 好 清空下 好 新闻中心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清空下 往下拉 是不是拖动刷新 拖动刷新出来了 好 现在第一个条目没有显示 再清空 往下拉一下 有吗 刚才显示是不是就不走了 也就是它没显示 大家看呀 第一条目没显示 我往下拖是不是就没有啊 看一下 往下拖 是不是就没有啊 好 当第一个条目 你显示一点点是不是就不走了 显示一点点的时候 那这个呢 是不是不太科学 那轮过图完全显示了 你是不是在拖 是不是这意思 那因为轮过图显示一点点 你就显示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太不是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这个测试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 你不停要显示第一个条目 并且呢 还要看呀 轮过图是不是 是否完全显示 如果轮过图没有完全显示 是不是想要的 还是远生的 你是不是有时间 这个做个著名啊 也是说 轮过图 完全显示 完全显示 我们才想用什么呢 是不是拖动世界 才想用 才想用我们自己的拖动世界 才想用我们的踏距世界 就是拖动 拖动世界 如果它 完全显示了太阳 不完全显示 是不是还是走 历史的微物原生的世界 好 大家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请问一下 这个肯定不是 两个世界的触发的效果 你看 这个轮过图 还没完全显示 往下拖动一下 往下拖动一下 轮过图是不是 还没有完全显示 好大家看 我拉的是不是就不顺畅 是不是拉不出来了 是不是拉不出来了 为什么拉不出来 因为这个世界 我连拉到过程里面 是不是水平处了 是不是历史的微物 是不是就拉不出来了 那没有办法 咱们不是讲过 那个世界拦截地址吗 对不对 我显示的微醋了 是不是复利的方法 是不是就不自行了 历史的拖动世界 是不是就无效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谁搞的鬼 是不是轮过图 没有完全显示 谁搞的鬼 那轮过图 没有完全显示 我应该去做出个判断吧 好 那时候这时候呢 我再来一个方法 单独一个方法 波罗列解的方法 来换成什么呢 一日伦波绣 是不是伦波图 是否完全显示啊 好 当中写这么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伦波图 伦波图 是否完全显示 是否完全显示 对不对 那你怎么换成伦波图 是否完全显示呢 你怎么判断 这个伦波图 是否完全显示啊 测量 好 这是咱们刚才画的图 可能先把这个给删掉 好 现在呢 我这个伦波图呢 这是咱们的伦波图 这部伦波图 这是上来刷新的 是吧 那伦波图 大家看 这是可以拖动的 我把这个 这是屏幕是吧 好 屏幕给画大一下 画大一点 好 这是咱们的屏幕 现在呢 这是咱们下面里面的 list view的数据是吧 好 这是list view的数据 注明一下 好 这是list view的数据 数据 好 这一部分呢 是伦波图 是吧 伦波图 好 上面部分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下拉刷新的界面 好 就是刷新的界面 好 现在是出于这种状况 那现在我怎么了 刷新的轮波图 是否完全显示了 大家看 往下拉 往下拉 现在轮波图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部分 你看红色部分啊 我这部分 是不是就是我的屏幕啊 我这个屏幕 是不是就是 我历史的 没有显示的位置 你看我这里 这么 不管怎么拖动 我这么一个区域 是不是就是 我历史的 没有显示的位置啊 也就是我历史的 没有显示的 在屏幕上的 左上的坐标 是不是普遍的 因为它的位置 是不是布局好啊 这只是它 内容的拖动 它的实际的 历史的位置 是不是没有变化 但是我轮波图 我轮波图 是不是要会发生变化 我轮波图 是不是作为 历史的位置 的数据存在的 我来拖动的时候呢 轮波图的位置 它的左上边的坐标 的正坐标 是不是随时 在发生变化 因为我是上下拖动 而历史的位置 它是不是不变的 这时候呢 我怎么判断 它是不是完全显示的 很简单 就是说轮波图的 左上边的坐标 和我历史的位置 左上边的坐标 如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完全显示了 也就是说 我轮波图的 左上边坐标 如果是大于 等于历史的位置 左上边的坐标 是不是轮波图 完全显示 肯定是大于等于啊 是不是大于等于啊 往下是越来越大嘛 是不是啊 咱们在那样 手机未识的时候 是不是获取到一个 逐渐在屏幕中的位置 还记得吗 忘记了 忘记没关系 我没忘就行了 那现在呢 我要看看它 是否显示 很简单 我首先判断下 类似 类似代表谁 是不是大于历史的回望 好 历史就拖在屏幕中的位置 干个 呃 搂披去 以温度 是吧 盖上搂披去 以温度 好 现在我把这个质量创建一下 可能创建一个本地变量 本地变量 好 一日伦波图 师傅完全显示 我就可以这样来了 好 这个呢 来个什么呢 你有一个 这个 这个大家学过监约来 就知道为啥了 是不是 谁家的公主师写的代码 本来我想过去 按照加法程序员 是不是有一个罪分子啊 现在是不是传递一个这样 是不是就指这样 是不是 就是指这样 说明这个公主师是 谁出生了 好 那现在我这个 获取到 这个一步是 获取 获取 历史的 过去的历史的 在屏幕中的 坐标位置是 那在屏幕中的 坐标 在屏幕中的 坐标 好 那我获取到 这个坐标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效果啊 获取到屏幕中的 坐标 然后呢 我再来 获取一下 是不是伦波图的 伦波图的加点 是不是加在这里啊 这是伦波图 现在这个伦波图 我能够讨问到吗 讨问不了吗 所以跟我这里 再来个什么呢 是不是买了 伦波图 我获取一下 总可以吧 是不是啊 我获取一下 总可以吧 好 现在把它移到哪了 是不是成员变量 你掉了 伦波图之后 我是不是就有了 好 第二步呢 我获取谁啊 获取 伦波图 获取伦波图 在屏幕中的位置 好 在屏幕中的位置 那就是什么呢 买文波点 Gat 和 location 和 location in window 在屏幕中的位置 好 那现在我这个 用完之后呢 我先获取 否则的话 它那个值 把上面的值 覆盖掉了 我先取一下 这个位置啊 好 int 就是 least view的 完坐标 是不是在屏幕中的 完坐标 就是 location 它里面的速度里面 是不是两个字啊 0代表 s1是代表完 好 或者这个 屏幕中的 指 least view的 完坐标 写下 好 指 least view 在屏幕中的 完坐标 在 least view 在屏幕中的 完坐标 完坐标 好 那现在我这个 掉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再获取一下 是不是轮播出 在屏幕上的 重坐标 好 就是轮播的 轮播的 完 轮播的完 然后呢 这里再来个什么 是不是 搂平须一啊 搂平须一 这个对象 是不是可以重用一下 我先传到这里来 获取个指 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然后我再把它 传进到这里来 再获取他的坐标 好 这两个坐标 只有了 我就可以走路 判断了 如果这个 轮播的 完 怎么办呢 如果是大于 大比于谁了 least view的完 是不是什么呢 是不是轮播 完全显示了吗 好 这里得含 围图 如果我得的话 是不是得含你 获释 好 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判断出来了 好 判断出来了之后呢 我调一下 看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到很简单 我就在这里 去写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 方法 我现在先不让他 去这样去做 是不是现在 历史没有想一下 我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样 我让他去 去做这件事情 每次让他 在移动的时候呢 我让他去 获取一下 我这个字 移滑动 在这里啊 一目无一一动 我在这里呢 是不是就获取了这个字啊 好 这里打印一下啊 一日轮播图呢 是否 完全显示 是不是打印这个 或是指啊 对不对 好 一日轮播图 是否完全显示 现在我在这里面 先不访问了 先不做世界难解了 是不是显得 是不是都是 历史没有的滑动时间 好 现在呢 滑动的水平行进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清空 好 不说上来 咱们看一下 判断的对不对啊 好 现在有没有打印啊 好 现在完了 它是没想到 脱东西店的吧 好 现在我 拖一下 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就负死了 人过头 是不是没有完全显示啊 大家看 这是什么效果 是不是没负啊 是不是完全显示啊 是不是没有问题吧 它往往上一拖 是不是就负死了 人过头 不完全显示 是不是不用享用世界了 对不对 就不用享用世界了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面 我在享用这个世界之前啊 我先做一个判断 我先做一个 如果他的指 为 如果他那指 为Force 是不是加个感叹号 为Force代表什么了 是不是轮波图 没有完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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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拖动它有意义吗 是不是没有意义啊 直接来个什么 直接来个break的时候就行了 我来个break的调 想一个的是谁啊 break的时候 跳出当前的语句话 是不是就是数位去语句 你跳出数位去语句 总的是不是还是下面在吧 是不是还是想历史没有原始的事件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多了一个条件 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就可解决了 是不是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拖动 没有的一个事件的处理啊 好 现在这个事件就比较精确一些了 我们再来观察观察 我们再来观察观察 看下我们的时间准不准啊 好 现在呢 我打开新闻灯心 我往上拖 他有没有这个日子打印 没有日子打印啊 好 现在我往下拖 是不是拖动 刷新 没有 现在完全显示了 是不是打印这句话 对不对 好 假设他没有显示 往上一走一下 是不是不打印啊 好 一显示 往下拖 是不是刷新了 大家看 往下拖 往下拖 是不是就刷新了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这个事件是不是就有了 现在我抢了一个事件 是不是就他 是不是这样 好 我抢了一个事件有了 我就可以写我的代码了 是不是找到事件的突发点了 好 继续写了 好 把这个日子的三不三无所谓了 那应该怎么搞呢 这时候往下拖动的时候 慢慢拖动的时候 是要刷到哪样 你看呀 这里面是不是要刷到哪样 这个 呃 组件是不是完全显示了 如果没有完全显示 是不是只是显示下了刷新 如果完全显示了 是不是就是松开刷新 是不是这样的事件 好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怎么了 看到这个 先把这个条件写好 好 然后呢 呃 或者一个刷到 如果是拖动的 拖动不又是怎么个拖法 怎么拖法 也就是说 你拖动多少 我原来这个指是在哪里啊 这个指我在 出所看着的时候 这个轮波图的大小 是不是就是这个 刷新的高度 是不是就是它 现在它的高度 我要去设计它的指 对不对 我要去设计它的指 那现在我要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如果时间有的话 如果时间有的话 我这个高度 原来是不是完全隐藏了 我们画一下这个图 我应该怎么走啊 画一下图怎么走 也就是 现在有个股市 我现在显示了 好 现在我往下一刷新 往下拉 我拉多少 它是不是显示多少 既然我拉到它 选择多少 它原来墨率指 是不是就负到它高度 现在我们往下拉到 我DX指是正的 那种负到它高度 加上我DX指 是不是就是它的 隐藏的指 是不是这样 好 那我们算出来之后呢 我就在这个单独来计算一下 这种当前的隐藏的高度 就是 就是那个 黑等 黑等的 隐藏的高度 应该得多少 是不是就是它原生的 这个高度 再加上谁啊 是不是加上这个地丸 是不是 加上地丸 那这里来的什么 就是腐牢的内心啊 是啊 腐牢的内心 也就是我刷新 疏忽的时候呢 我这里是多少 你这里面是 刷新多少 好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我能不能把它给拖出来啊 这个词应该改成谁啊 改成是不是就是 黑等的 是不是黑等的 如果我没有拖动的话 它是不是灵啊 灵的话 是不是还是隐藏的 隐藏的 那现在我这个指 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应该可以 啊 可能一 是不是给那个 强度找上了 应该可以 好 继续 好 继续 看下我能不能把它给拖出来啊 现在开始部署成功 现在它们得拖动了 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就有了 我想放到哪个位置 放到哪个位置 相应隐藏的 一步步来嘛 现在我想拖动它 是不是就OK了 就想拖动哪个位置 放到哪个位置 相应隐藏的 什么也行啊 对不对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现在我拖动的时候 拖动的时候 你看后面 后面这个值 有没有显示 那个意思都没有的 状态是 看一下 我上下拖动 这里的值 是不是就不显示了 所以我们想一个 是不是我自己的世界 好 现在我让它隐藏 大家看 这个 这个值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想一个 是意思都没有的 好 好像拖 拖 现在是拖不出来了 拖不出来什么原因呢 看一下 刚才的问题啊 现在是六腿拖出来了 刚才的原因是什么 它往下拖 现在往下走 如果没有完全显示 是不是不会走上个弹码 因为咱们这里是多多判断了 没有完全显示 就不会走上个弹码 好 如果完全显示 是不是就可以拖出来了 是不是就可以拖出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的问题就来了 你拖动 它完全显示的时候 它问题是什么要变 这个是不是要控制控制 这个要控制控制 是不是控制细节 不出来啊 好 现在每一个我来 那这个状态有几个 这是三个状态 一个是什么呢 大家看 一个是下拉 如果我没有完全显示 是不是会下拉刷新的状态 如果完全显示了 是不是会松开刷新的状态 如果我 如果我一松开 是不是正在刷新 是不是有三个状态 好 三个状态 我要给它做一个记录啊 我给它做一个记录啊 做个记录 好 private 是下拉刷新的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有三个 我给它写一下 private sthetic final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来个 inter类型的 好 这个是 pull down 这是下拉刷新的状态 pull down 好 这里来个 一 好 这是下拉刷新 下拉刷新的状态 然后我再来个什么呢 private sthetic 再来个 另一个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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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松开的状态 release sthetic 好 莫能几乎等于二 好 特别是松开的状态 松开刷新 松开刷新的状态 这种类型 这是pull down pull down sthetic 好 体型比较一致 这是下拉刷新的状态 这是松开刷新的状态 还有一个什么 正在刷新的状态 还有一个是正在刷新 因为正在刷新 有可能网络问题 是不是一直在刷 刷新的过来 你是不是就不能拖动了 是不是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硬盘类型 这里来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refresh refresh 这是什么 正在刷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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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状态之后呢 我就可以附给这个状态指了 这个肯定是硬盘类型啊 硬盘类型 这个状态指 这个状态指呢 我们可以给它默认情况 是不是就是护道 是不是下了刷新状态 好 这个初始状态为 下了刷新状态 初始状态为 下了刷新的状态 为下了刷新状态 那现在我这个里面 直接改变这个状态指就行了 至于它的改变 是不是由这个状态来决定的 好 这里面我来个什么呢 再来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最外提供 我说了什么呢 啊 percess percess state 是否处理一下状态啊 啊 state 好 现在我处理一下这个状态 好 这个状态呢 是不是就把这个状态指 保护到哪了 是不是保护到这个属性语了 好 那我就对这个属性值 往上操作就行了 属性值往上操作 好 这里来个死为随医局 死为随医局 好 把这个状态弄过来 是不是三个状态 好 这里来个什么呢 就是 pull down pull down 这是 这是下拉刷新的状态 好 下拉刷新的状态 好 继续来 开始 然后呢 就是松开刷新 是吧 release state 这个代表什么呢 松开刷新 松开刷新的状态 好 最后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正在刷新状态 是吧 refreshing refreshing state 好 这个是正在刷新状态 正在刷新状态 好 这里再来个 pull down 先把这个刷新的状态 先把这个刷新的状态 怎么刷新的状态 我用字字付出一下就行了 点 pull down 好 这个南开手呢 就是下拉刷新状态 把这个文字复制下 现在处于下拉刷新的状态 然后这个什么呢 处于松开刷新的状态 复制 好 这里复制 然后呢 这个是松开刷新状态 这是正在刷新的状态 好 那现在我在这个滑龙事件里面是不是就是处理状态的改变 好 这是咱们刚才测试的代码就可以删掉了 我在这里面完成什么 处理状态 是不是处理它的状态啊 处理状态 那怎么个处理法呢 首先我要应该获取怎样 是不是这个字是不是也要获取一下 这个时候获取一下 通过我这个字是不是就可以判了呀 这个状态出于什么状态 如果它的值 如果这个 黑的 黑的 如果黑的 如果是大于 等于零 就会有什么状态 是不是完全显示了 是不是完全显示了 完全显示这个状态是应该改成什么 就是 我们这个 这个 Ring Flash State 好 Ring Flash State Ring Flash State 就变成什么状态了 是不是你们松开刷新状态 就是 尾利是State了 是不是 好 那爱爱的衣服 如果是它的值得小于零 黑的 黑的 如果是小于零 是不是还是什么 是不是下拉刷新状态 好 Ring Flash 这个状态还是什么呢 下拉刷新状态 就是什么呢 Pull Down State Pull Down State 是不是啊 Pull Down State 好 这是咱们这个状态的改变 然后状态改变好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要来个什么字了 是不是处理状态 或者Stats 或者Stats State 是不是处理一下你的状态 好 处理一下状态 现在我来看下这个日子的打赢啊 好 看下效果 这种状态只会打赢很多个字 好 你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直下拉刷新状态 是不是下拉刷新状态 只不过我这里是不是没有改变它的位置啊 其实呢 我在这里面应该改变什么呢 是不是改变它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还是这个字啊 Sat Pull Down State 这个人 这个状态只能我还要去用一下 你修改你的状态 出离你的状态 我是不是还要去设置我的大小 是不是设置我的卫生 继续 好 看一下效果啊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一直下拉刷新状态 那平反输入的话 是不是也不太好 好 我往下再拉 给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变得松开刷新状态了 这个状态是说平反调用 那平反调用的时候不太可能 是不是只让你调悟一次 是不是就行了 那怎么办呢 它只调悟一次呢 就是我觉得状态 如果足以设置的状态 是不是就不需要 那我就多个判断就行了 如果它的诈意 它的诈意已经是大语音了 并且呢 refresh状态 refresh的状态 如果说是等于这个refresh状态 如果你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是不是就不用进来了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如果它是大语音 是不是属于松开刷新的状态 那现在如果状态已经变成这个了 就来个什么 是不是就不让它进来了 因为现在状态 这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历史的状态了 是不是多分判断就行了 同样到底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这个来个什么 这个来个 因为腐热一些状态 如果不是下拉刷新的状态 是不是就不让它进来 是不是 我这样过滤是不是就行了 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走 只要我滑动一下 这个事件就会出发 出发是不是就时间设置它的状态了 就是处理状态 所以打赢一年一年看到的日子 这样肯定不复杂的设施了 因为它实际的效率是 实际的试图是不是太多了 我在这里面就没必要实行那么多事了 所以说我做一个判断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 哪个 对 没错 我在这里面说改变状态 这个是不是来处理状态 好 处理了 这个是不是改变位置 好 这个是脱动位置的改变 脱动位置的改变 好 上面是状态的改变 好 现在再来看一下 应许来看一下效果 好 我把控制盘清空 控制盘清空 现在回到那边这个界面 好 我再清空一次 现在我下拉刷新是吧 往下拉 我突死状态是什么呢 是不是下拉刷新 是不是没有日子输出 走 现在是不是送开刷新状态 怎么还打印这么多次呢 然后这里是什么呢 下拉刷新状态 下拉刷新打印一次 送开刷新是不是打印了多次啊 是不是我这个判断写错了 这个 哦 这个应该是release 咱们写的refresh了 是不是 我说咱们还是打印那么多创判 再来观察一下 直接观察这里的字就行了 直接观察这里的字 好 现在我们进入图前面 再把它清空一下啊 好 往下拉 现在是不是送开刷新状态 是不是出来了 好 往上拖 是不是变成下来刷新状态 因为是不是没有完全解释啊 好 完全解释 是不是变成送开刷新状态了 对不对 看到这个字 是不是变成送开刷新状态了 现在网维实现这个 松开实现的方法啊 是不是送开刷新状态 现在是不是终于送开刷新状态 好 往上走 不完全显示 它没有变化 应该是 诶 应该是下拉刷新状态的改变啊 总有变化了 刚才还好 刚才怎么不是啊 处理状态 现在对fresh state 这个意思 这是pull down state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推出来 再来试一下 太阳那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好 现在我清空一下 刚回到首月 日识怎么没有了 是不是日识不够打印了 日识挂了吗 日识挂了吗 DDRM还是 点开 挂了吗 怎么日识给我挂了呢 我那儿没有纸啊 我那儿没有纸啊 说明什么 那个大马没问题啊 只不过他日识不给我输出来 是吧 日识不输出来 有点麻烦 日识不输出 我再把那个 重启一下 是吧 把那个ADB删掉 ADB删掉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再试一下 CM1 让它ADB Devices OFFLINE的话 这个OFFLINE呢 掉线了的话 现在咱们再重启一下 卡锡器